Hello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有录这种道具一道具视频了 因为最近都一直在做餐厅的事情 餐厅开业总是很忙的 所以今天我看到好多好多朋友给我留言 然后好多好多朋友有很多的问题 我都一直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解答 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正好我这边比较有空 我想一想如果大家对于第七 尤其是第七的这个事情有什么疑问的 关于法律方面有什么疑惑的 或者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问题我也回答的不是很好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真的是希望所有所有有问题的朋友 给我留言 然后因为我想说我下个星期会约律师 我想约律师一起来录一期节目 或者是呢就是把这些文字上面的东西 写下来发给他 不要发给他我见面会问他 然后呢我争取把它录下 我看他愿不愿让我录啊 我有个朋友我的律师朋友 然后呢如果他愿意录的话 我会把他问题录下来 然后呢给大家让他也上镜 给大家来解答疑问 如果他是不愿意上镜的话呢 那我就会跟他问了之后呢 再做另外一期视频 来给大家一一一一的解释一下 所以记住了关于第七的 这一期呢我们做一期 关于第七第七的疑问 如果说大家有疑问的话 就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留言留言留言啊 就是我本来是真的还是蛮想 就是做的好一点帮助大家 但是最近真的特别特别的吧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 那么但是呢但是呢记住了啊 我还是在惦记着这件事情的 因为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啊 给我发短信啊 或者是给我在Lime上面 发信息之后 我都没有及时回复 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最近真的是实在比较忙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关于第七的任何疑问 如果你已经移民过来了 或者你正在移民中的 我尽量呢让我的律师回答问题 回答完了之后呢 我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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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劝他上镜啊 是一个葡萄牙小帅哥 叫做如旺的 我看他愿不愿意上镜 如果他愿意上镜的话 我就拉一个帅哥来一起做视频 如果他要是不愿意上镜的话 那我就把大家的视频 总结之后发给他 OK 好吗 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 发更新的视频了 今天就这个样子 我在我的餐厅里面 你看今天晚上是星期天的夜晚 真的就是叫做一个千山鸟飞绝 万尽人中灭 整个游艇港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我才有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留言 多多留言 我会这个视频两个星期以后 下星期我也见他 但是两个星期以后 我再来发这个视频 好吧 就是回答大家问题的 千万千万积极留言 积极留言哦 拜拜